两名年轻游客 骑沙滩车衰落两米深边沟 救护人员到场 急着要把身上多处擦措伤的他们 救起来送医 沙滩车驾驶痛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因为他的骨盆破裂 好不容易被拉起来 送往恒春南门医院后 伤势严重又被转送高雄长庚救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意外发生在23号下午4点多 年仅20几岁的女游客 向业者租借沙滩车 行驶到车城乡逐舍社区 沟渠正在施工的路段时 连人带车衰落两米深边沟 明明一旁设有爆闪灯提醒 路面跟边沟也有高低落差 警方研判他们应该是对路况不熟 才会不慎掉落 沙滩车业者虽非供游客行驶于道路范围 为该行为恐有为公共安全及违反相关规定 警方将通知业主道案说明 并配合主管机关加强机查 沙滩车并非属载运人员或货物的交通运输车辆 违规在道路上行驶 可处1200到3600元罚金 闯入墾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 可财罚1500到3000元 警方特别预警游客要多加留意 TVBS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